closet 热情 这是什么声音 音乐 名歌的声音 在哪儿 他们会不会藏得很深 小路上 藏在树上会不会 可是他身上没有带这个东西 其实让我穿 不是让我穿 老师 我们找到了 是 一无不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陈勇 大家好 我叫陈嘉诚 今年六岁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走出户外来参加这种亲子的活动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 期待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黄可祥 这是我的女儿 我叫黄岳孙子 我今年十岁 特别开心呢 我们也是第一次带着孩子来参加世外的亲子类的音乐节目 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里玩得高兴 玩得开心 女儿 加油 在锦绣中华民俗村 爸爸妈妈和孩子们正式迎来了第一次音乐寻宝之旅 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未知的挑战 孩子们能否和爸爸妈妈圆满地完成寻宝任务呢 太团了 坐船的时候我感觉很新奇 还看到了很多鹅呀鸭子 特别的可爱 特别的好啊 哪儿写着呢 中国有多少族的民族啊 那你是什么族啊 汉族 那你等会注意看其他少数民族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好不好 我就喜欢这样 那他小的时候给他讲的故事就是 他们都说要出发了 是个木船 而且旁边都是大榕树 树上有一个小木屋 你看蠢子 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就是爸爸给你讲的故事里的场景 你看 下面挂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玉米吧 香蕉吧 玉米 什么香蕉 香蕉 小鸭子 小鸭子 鸳鸭子 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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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衣服是不是跟咱们的衣服不一样吗 跟妈妈穿的也不一样吧 对啊 每一个民族都有每一个民族不同的衣服 什么声音 音乐 鸭子 鸭子 在哪儿 看到了 大了 因为它当时还很远地传过来 很悠扬的歌声 其实它是蛮震撼的 因为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有点带圆生态的东西 这种歌声在生活中是真的是很难见到的 那个淳朴自然的里面 又有一定的专业的素养在里面 这是很难得的 而这种民族的这种音乐 就是跟自然环境那么的完美的这种融合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的感触 都应该是一种很震撼或者说感动 那么刚才我们三组家庭的坐着船 来到了我们水族村寨的门口 也开始了我们今天音乐寻宝的一段 全新而又未知的音乐旅程 那么也希望三组家庭能够在我们锦绣 中华民族村当中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音乐之旅 那么三组家庭刚才也听到了 非常美丽而动听的水族姑娘 为我们唱了这一首水族的歌曲 我想问问咱们三位小朋友 月月 淳子 还有晨晨 听刚才那些姐姐们唱歌好不好听 好听 你们想不想学一学 想 真的想吗 你要真的想的话 以后我找一个姐姐教你们唱歌好不好 好 水族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民族 所以真的是特别难得的一种感受 水族主要生活在我国的西南地区 虽然人口不多 但却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 水族人崇尚自然 追求一切美好的事物 千百年来 他们一直传承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艺术 他们的语言和文字 在历史的洗礼当中一直光芒不见 今天我来教你唱一下我们水族的歌曲好吗 好 咬一咬一咬 他配的歌就是风筋要粘子胖 而且不能断气 然后就只能每次胖的时候 就得先嗨一口气 咬一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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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西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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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哈哈 咬西咬 咬西咬 咬哈哈 笑笑笑 对 他的旋律线都跟现代小孩接触的是不一样的 有难度 我怕我记不住那个 他一开始其实就放不开 然后他因为紧张 他就我觉得增加他学习的 就是他平时可能会很快就学个旋律了 但是他一紧张 他就学的也没有那么快 那刚才那三组家庭的小朋友们 都已经学了水族的歌曲了是不是 好学吗 好学 产生能学会吗 能 因为下面我马上要做的是一个小游戏 游戏的规则是这样 我们三位小宝宝要戴上手上的铃铛 然后一直在我说开始之后 就要唱刚才学会的那首水族的歌曲 当我喊停的时候 你们就要站在原地 然后爸爸妈妈们做什么 戴上我手上的眼罩 根据你们刚才唱歌的方向 蒙着眼睛去寻找自己的宝宝 哪一组家庭先找到了自己的宝宝的话 就可以首先拿到我们下一个关的任务卡 你让听明白了没有 所以说你们要大声地唱刚才的那一首歌 然后用力地咬铃铛让爸爸妈妈听不见好不好 能不能找到他们呀 我们已经有计谋了 有计谋了 因为好聪明啊 我注意到三个小朋友后来他们的商量 就是说要一定要让自己的爸爸妈妈猜不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完了完了 因为你小孩子他的想象力是很通风格 如果他不按常理出台的时候 真的就很难预测到结果 他就宁可就是他们商量一下小计算 宁可让我输掉 就让他自己也输掉其分就是 我就记得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的女儿在今天的表现没有发挥出她最大的嗓门 所以刚开始她一发声 我在找她那个声援的时候 还真有点费劲 笑笑笑笑 再去听一个快乐的一个小男孩 游戏般的这种心态 唱出来那种声音 我感觉有点紧张 有点恐慌 笑笑笑 好 好 爸爸妈妈现在可以根据铃铛的声音去找宝宝了 不解除声音 好 陈勇老师现在已经帅气找到了一个宝宝 是不是自己的了 太棒了 我觉得他那时候透了一种释放 对这个游戏 他们从一个被动变成了一个主动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也是蛮有意思的 我的宝宝在这儿呢 然后我就慢慢慢慢地朝着那个方向 当然是摸索的 完全不确定 还是蒙上了 人呢 人在哪里呀 跑不了 铃铃呢 铃铃在哪里 然后只有我妈妈就跟摸着摸象一样在那儿乱摸 我被妈妈这个姿势展得很搞笑 所以我觉得特别开心 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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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铃铃�铃������� 不过不管怎么说 按照我们游戏最终的这个规则 就是率先找到宝宝的这组家庭 可以有自主选择下一个任务的权利 所以来 依次是书法 一张照片和一件物品 陈老师是让晨晨来选一个任务好不好 交给你好不好 来 晨晨去选一个你喜欢的 这个书法 好 在家我经常写毛笔字 所以我想出发比较简单 第二组是黄和强老师还有陈子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可能会选那个马尾 我发现他就拿到了那很漂亮的那张照片 好 那么第三组志愿宏老师 月月 嗯 任理完毕 这些都是什么呢 我相信三组家庭小朋友的心中都在打一个问号 我不告诉你们是什么 那好 去到水族的村寨里面自己发现这个任务好不好 加油了 出发 究竟爸爸妈妈和孩子们将迎来怎样的寻宝任务呢 在旅行中他们又将陷后哪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村寨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 你看啊 你这不是爱吃的吗 小黄石小米 高米 这个呢 这个是南瓜 对大南瓜 这是一个酒 酒的你认识吗 这是高粱酒 高粱酒你都认识 我觉得孩子的童年应该采用另外一种就是有新鲜的空气 有充足的阳光 有宽松的环境 有亲身的这种餐饮去教会他们很多知识 一种能力 老爸 嗯 咱们什么时候我才能找到那个粮食啊 这任务啊 别着急 只要有耐心就能完成任务 哎 你看那儿有一个小姐姐 咱们过去问一下 姐姐 呃 我们正在寻找一个任务 你能不能帮我 看看这两个字是不是你们的 他开始兴奋 他就要着急 然后我说别着急 咱们要仔细研究一下 哦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对我不知道 拜拜 这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了 哎 我过去呢 是我们样子 跟他一模一样的衣服 幼崽是这身衣服 然后幼崽是为了人 哎 幼崽是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的 对吧 对 而且花的那也是一样 对 哎 这个女孩是穿了一身民族的服装站在那 我第一反应是找这个女孩 那你衣服是那个吗 你是她吗 她不是 她不是 你们两个是这个图片上的女孩吗 请问一下你是这个图片上的女孩吗 对 但是穿的衣服不是 明显的不是 所以我才知道原来不是找是不是她这个人 咱们还是要找到跟她相同的这个民族服装 水族的民族服装 我们离目标已经很近了 对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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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一下姐姐们这是这是干嘛的呀 这是干嘛的呀 这是干嘛的呀 这种马尾就收到里面这样的瓜 这个马尾是这个吗 是马尾是用吗 那完全想不到用它来能够去 做这么美丽的一个那个图案 这就是马尾上的那个吧 看看一不一样 不能去摸她的尾巴 不能摸尾巴呀 因为她会踢人的 这怎么像这一项马尾呢 这不是马尾巴 听到什么了吗 我听到鼓声的老板 好 叔叔 你好 请问你这个字你认识吗 这个是水族文字是吧 好 叔叔不认识这个不认识 我们有收获水族文字 那咱们先去找水族好不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我们有收获了 这个马尾巴在哪里 是马尾巴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 用四线 就编在里 像编头发一样 编在里面 所以您知道下一个线索 不知道了 我们再找找看 找一找看 我觉得就是在寻找 这个马尾社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在 就是把那个好奇开始放大 孙子 咱们刚才找了那么几个呢 都在大路边上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藏得很深吗 小路上 没有 搭老脸 藏在树上会不会 这里 这不是穿着衣服挺像的吗 问一下她吗 问一下她 你们见过穿着这样的衣服的女孩吗 发现在树下边站着的一个女孩 穿着水球少数民族衣服的女孩 就是照片的一模一样的衣服 请问你听我要找人吗 对 我就是你们要找个人 终于找着了 请咱们问问姐姐 她这身衣服有什么含义吗 这个就是银饰一根一根的插上面的 我跟女孩询问了那个姑娘 她说她戴这些服饰只有在迎接贵宾的时候 和重大的节日的时候才会佩戴 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是不会佩戴的 那你们早到你呢 是说我们也有完整的吗 不是 你们还要给我买车的吗 两位哥哥你们好 请问一下水族从走哪个方向 水族往前走以后到前面有个机枪 一定会过那个风景 好 我们离任务远了 出发 出发 加油啊 好 再见 再见 那里那里有人在需要 真的 真的 没什么 你好 马尾秀是水族独有的一项民间传统工艺 它的制作过程相当复杂 而刺绣的原材料呢 正是马尾 现在马尾秀这项技艺呢 分布在贵州省三都水族飞制线 是一项既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原始艺术 那你能教我们吗 可以啊 你的制作 简单的 看到岳岳 就是见到这个老奶奶的时候 就画面的时候 我一下子想到我童年的时候 我就想 如果岳岳要是在我们这个美丽的民俗村 感受到这种细续的文化 如果她也能喜欢上这边 我觉得会 对她性格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帮助 像是只有打折了 那女奶奶你看看 我感觉马尾秀虽然很难秀 但是秀出来的物件非常漂亮 就是干嘛 就是让我唱 不是让我唱 让臣子穿 行 因为那个衣服不是我 换你我平常 比较简洁的衣服 我怕它完成了 这个颜色是水族的比较常见的一个颜色 宝石蓝 孔雀蓝 我们叫孔雀蓝 它那种蓝是很有质地的 怎么想 很上档色 它扣不太小 对 需要技巧 会跟着你的耐心 哇 它那个 那个屁和它那个 那个扣子特别特别的软 但我没有指甲的 就根本穿不上去 这个是跟这个是好像有点一样 我看看 哎 真是的 咱们进去看看 好 走 叔叔 这两个字 是不是你们的字 这两个字 就是我们水族的文字 水书是水族的文字 主要分为象形文字和图形文字 因存在许多类似汉字反写或倒写形态的文字 因此又被称作是反书 水书包含大量微微破译的天文 历法等古文字资料 凝结着古老而又神秘的智慧 散发着远古文明的气息 是一项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千百年来 水书一直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水书先生 通过口传手抄的形式流传至今 这个是什么字呢 这个是水族的水字 哇 像水族 那这个呢 这是书 书本的书 那你能不能教我这两个字呢 可以 这个水字呢 先写一条 先写一条 想流水呀 对 再写一条 我觉得是这个过程当中 你获得东西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我们直奔终点 我倒希望他们缓缓的 人生的路还很长 这书 这首先是把几个顺 写下来 对 对 然后写一条 嗯 写一条 总共是写上一条 对 来一条 对 好了 好了 我们就写一个绳子 把它撑起来 绳子撑起来 对 哎 这个最好了 被扣不太晚了 你能不能帮我一下 帮他去一下 你们现在的扣子也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对 他还是慢 慢一些 但是还是挺难忘实心的 他独立 最后基本上是自己把它独立完成了 我当时还很希望爸爸来夸奖我 比如说你分票 但是他没有 但是呢 这是你的第一件手工作品吗 手工 手工作品 修完了以后奶奶把一个铜骨的图案送给了我 说这个就是下一个线索 你们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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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见 很漂亮 真的 真的 是我们的全绳子完成任务 非常棒 上面我做的 夏利光的这个词 是一个提示 哦 敲骨光 敲骨光 我们拿到这个像骨锤一样的东西 因为它比较明显 在我们看来一定是一个骨 一定是一个骨锤 但是我不能确定一个像筷子一样的东西是干嘛 我再给你一个任务啊 还有任务啊 这个也是一个字 在这个屋子里面还有这么一个字 看你能不能找得到好不好 当时那个老师给我我这个文字 我不知道这个文字是什么字 经过爸爸妈妈和孩子们的共同努力 三组家庭都完成了任务 成功获得了下一个线索 接下来他们将根据获得的线索继续出发 去完成下一个任务 这是水纹 水纹 这看起来 这个是吗 不是 不是 爸爸发现了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这些地方都是水纹是不是 这是我们的汉族文字 那么我们找到相应的这个图案 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是不是 在哪 那它对应的字是什么字啊 鼓 然后呢我在一个铺满那个水族那个字 然后我就找找找找找 后来我发现这个图案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拿的这两个道具是干什么的 这个道具啊 这两个都是拿来敲打我们水族的一个乐器 叫铜骨 下一个是铜骨 我是有点懵的 通过我们少数民族的兄弟们才告诉我们 它是水族的一个铜骨 铜骨的话你要去水族那边去找的那才找得到 水族呢 这是铜骨 这是铜骨的 好 到铜骨了 哇 铜骨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 它不仅仅是一件人们非常喜爱的打击乐器 同时呢 它还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 铜骨在演奏的过程当中 一般是两人共同合作完成的 一人手指骨锤敲打骨面 而另外的一个人呢 拿着木桶对准骨顶增加共鸣 铜骨敲击起来的声音 唇厚绵远 悠长非常好听 等到我最后见到这铜骨的时候 跟我想象的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居然是那样一个骨 以前我都不知道 还有这种乐器是这么这样去接音的 那它那个铜骨跟我想象中的太不一样 特别是铜骨的下方 还有一个像木桶一样的东西 来帮助这个骨发生 做一个生产的变化 哎呦这个让我太吃惊了 那后面的这些女孩们在后面 在歌在舞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 又是一种很难得的体验 来 橙子 哇 我这刚才看的时候 我觉得咱们看都很认真啊 其实你绣的正好就是这个铜骨 对 而且我发现这个也是 哎 这个很重要 这个大太阳的观 是不是 我是用哦 写足的蚊子发现的 你怎么会的蚊子 因为 因为幸福给我了 我教你了 是不是 那蚊子呢 蚊子怎么发现的 我们在窝里拿到了这个骨锤和筷子 然后我问了一个水博阿姨 她说这个是铜骨的骨锤 然后说在水盘里面就可以找到铜骨 然后我就到水盘来找了是不是 然后就看见了这些骨 好 但是是不是我给你们的任务就是学铜骨呢 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呢 来 接下来我找一位老师来教你们看看下一个任务究竟是什么 好不好 好 好 跟老师一起学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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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学 有请老师 同时 同时敲就行的 两边同时的 对 先敲敲 敲声音大一点 我是建议她去跟姐姐们跳那美丽的水族舞蹈 但是她就特别感兴趣对那个铜鼓 铜鼓一杯去 铜鼓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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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头就拿一个木桶往里头倒的时候感觉好简单 然后我就说我想试一试 这个对于她的强强太简单了 先敲这种剑奏 对了 对了 也可以敲三下 看爸爸教你 我在教她松弛 享受 但还是有一些太认真 一部分紧张 一部分是认真 来 碰碰碰碰 对不对 对对对 很好 咱们试一下行号 好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这样 翻过来就是 一寸金 一寸金 一寸光阴 一寸金 是这样的节奏 淳子因为她是弹双排键的 这个对她来说 这个也不复杂 这基本上是一种节奏 那么男的男的我跟她的配合 因为我必须要在她的这个节奏里面 要把她的这个音给她收回来 怎么样 看你们好像和练得不错 已经有感觉了是不是 默契 已经有默契了 这么有自信 那行 那接下来要不要我们把水族的这个 这个姑娘还有小伙子们加进来 让她们跳起这个童谷舞 咱们合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试一试完整的好不好 好的 来 那我们把她们请上来 我们看看最终的成果 好好好 有好呀 有得烦 变果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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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所以还是挺艰难的 刚才我们刚看到水族的铜骨舞整个场面非常壮观 但是是因为我们是在锦修中华的民俗村当中 也算是一个再次的还原了他们当时的一个情景 所以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 我们这个应该去这一份中的三都水族子之县 我们先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这个风景 非常的壮观 那你们现在这个任务完整特别好 我首先觉得大家应该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 好 但是 就是你们的挑战还没有结束 不要以为我们演出完了之后 这个挑战就结束了 后面音乐之旅还有新的任务在等着你们 是什么 来是什么呢 陈家想不想看是什么任务呢 来自己领 领着任务卡 嗯 陈子月月 好 然后我们打开它看一下任务是什么呢 长青燕 长青燕 大声念给大家 长青燕 什么是长青燕 是不是请你们去吃饭这么简单呢 我觉得没那么好 肯定不是 那究竟长青燕是什么呢 让你们自己去找到他们好不好 这就是他们的下一个音乐挑战 一起去吧 一天的音乐旅程顺利结束 孩子们和爸爸妈妈 共同洒下了汗水 也收获了快乐 在明天的音乐之旅中 依然会有新的惊喜和挑战 在等着他们 我今天学到很多东西 我非常开心 晨晨 这爸爸更希望你 在认真的同时 去感受这些音乐 感受这中间的快乐 不需此行啊 我觉得超出了我的预想 未知的领域里的这种好奇的东西在里面 也有很多跟我们音乐有关系 也很高兴就是我们都放松下来了 特别是孩子 就真的我就又回到他 最应该这个年龄段享受的这个童年生活了 我看见一个苗族的商业 知道哪里有长街宴吗 抓起扯得嘞 INIGHT 身对 分厂 乖 不是 不是 道人仔 这是 这是傻视话 不要 老exist 你以后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 知道吗 你绝不会就哭 加油 祝你们的穆米 现在我们已经乱和热过来了 现在我们去拿屋跑圈吧